阿琪 对不起 季征再次找到田七 眼圈有些发红 田七看到季征右脸红肿 脸上清晰可见五个指印 她一时十分难过 嗯 这是 她打的 季征没有承认 也没有否认 她坐下来低头说道 她已经知道了 田七愧疚难当 对不起 都是因为我害你成这样 你要不要先敷点药啊 季征摇了摇头 没事 我不后悔 我只恨没早日助你逃脱 哎 现在城门戒严 我送你不出 皇兄他 他又以我母妃相逼 不许我和你混在一起 你母妃 他不是已经 已经去世了 但那又怎么样 他连死人都不会放过 说到这里 季征嘴角勾起一丝嘲讽的笑 眼中却布上一层阴霾 田七一下子明白了 哎呀 那怎么行 我还是自己回去吧 不能连累你成这样啊 季征 痛苦的闭上眼睛 阿七 你要知道 我可以为你做任何事情 但是 但是我的母妃 哎 我知道 我知道 田七连忙打断她 哎 我自己回去吧 你放心 我会跟皇上解释清楚 不管他怎么罚我都没关系 总之 不能再连累你了 对不起 阿七 对不起 季征说着 突然把田七抱在怀里 一遍遍地说着对不起 田七争了一下 却又不好推开她 只轻轻拍着她的后背 低声安慰她 当晚 田七果然被季征带进了皇宫 季征全程沉着一张脸 走到乾清宫外 她停下来 低头看着田七的眼睛 说道 记住我叮嘱你的话 嗯 田七重重点了点头 季征的叮嘱是让她千万别被皇上发现女儿身 否则她一定生不如死 其实用不着季征 季征嘱咐 田七自己也知道这些 她此刻看着季征 总觉得她澄澈的双眼中 沉着无法言明的哀伤 她说道 不管怎么说 谢谢你 还有 对不起 季征苦笑道 这个时候就不用说这些了 保重 希望有朝一日 我能帮你光明正大的走出这个皇宫 嗯 田七说着 扭头向乾清宫望去 今夜月黑心淡 灰红的宫殿融尽月色 殿前两排宫灯透着橘红色的光 把雕炎红柱照得清清楚楚 离远了看 那茫茫的亮光 倒像是沉在深海里的一颗巨大的夜明珠 夜明珠中站着一个人 墨发黄衣 挺拔如松 因离得太远 面上的表情 看不真切 季征不愿看到季衡 这会儿也顾不得礼节不礼节 走到这里便告辞 转身离去 田七指的一个人硬着头皮走向季衡 走得近了 她跪在街下 小声说道 皇上 罪奴知错 季衡背着手 不自觉地握了一下拳 掌心伤处被碰到 隐隐作痛 她一时间千言万语卡在喉间 自己也知道 此处不是说话的地方 因此沉声道 随阵前来 田七爬起来 乖乖地跟了上去 两人刚走进正殿 外面的人便很识趣地把门给他们关上了 诺大的宫殿内只有他们二人 季衡 季衡站在宝座单膝之前 背对着正大光明的牌匾 面无表情地看着田七 解释 田七觉得室内的气氛太过严肃 皇上的声音又太过冷硬 他一时有些怕 但还是说出了之前准备好的说辞 奴才那日在外头本欲回宫 不曾想遇到一个会催棉树的江湖骗子 被他催了棉 想抢夺钱财 正好遇到宁王爷搭救 因此便在王府停留了一晚 田七之所以这么说 是顾虑到宁王和皇上的关系 他是个讲义气的人 唉 这宁王是好意 总不能让宁王因为这点事情 不受皇上待见呢 这田七哪里知道 他这番说辞根本就是火上浇油啊 季衡本来就怀疑田七跟季征之间有奸丝 现在看到田七回来了 心却没回来 还想一味维护计争 一时间心中度火与怒火交错地烧起来 越烧越旺 他目光沉沉地看着田七 田七只与他对视了一眼 被慌忙避开 心中更加害怕 连忙低下头 这一举动在季衡看来就是心虚啊 他咬牙切齿道 欺君是死罪 奴 奴才不敢有任何隐瞒呢 很好 连命都不顾了 季衡心中怒火更盛 已经烧却了理智 他揪着田七的衣领 几乎把他提得脚离了地 怒视着他 责问道 勾完了朕又主动搭上宁王 可是因为朕不能满足你吗 你这淫荡无耻的骚货 天七虽然没有一下子明白皇上是什么意思 但是他骂得太过难听 他顿时红了脸 一开眼睛不愿意看他 嘴上说道 皇上 你怎么说这样的话呀 怎么 你既然敢做 还怕朕说吗 我 我没有 季衡突然又堵住了他的嘴 不给他任何辩解的机会 他吻得有些疯狂 一点也不温柔 几乎把他的嘴唇给咬破了 松开牙齿后 他用嘴唇摩擦的力道也很重 一点也不像结吻 倒像是惩罚 田七发现 他真的有点跟不上皇上的思路了 哎 这好好地说着话 还 还骂我淫 淫荡 然后 然后他就淫荡起来了 这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 季衡发现田七呆呆的 一点也不配合他 他怒道 闭眼 你这个笨蛋 田七赶紧闭上眼睛 闻我 他贴着他的嘴唇 含浑地发着命令 田七便主动迎上去 轻轻着吻着他 季衡不满于此 主动张开嘴巴 探出舌头 田七红着脸 不愿上前 来啊 季衡大着舌头说道 他此刻已经改捉着田七的衣领 围搂着他的腰 另一只手轻轻地扣着田七的后脑 见他不愿动作 他的手又按了一下 很明显地催促 田七只好踮起脚 在他的舌尖上轻轻地亲了一下 嗯 你的舌头呢 季衡虽有些受用 却更加不满 田七便伸出舌尖 轻轻地舔着季衡的舌面 舔了一会儿 他又学着他以前的做法 叼着他的舌头轻轻地吸 坦白来讲 除了有些羞涩 他并不讨厌这种感觉 亲着亲着 田七突然发现自己身体疼了空 啊 他不自觉地嘀呼一声 双手本能地 搂住了季衡的脖子 这一动作取悦了季衡 他方才被田七吸得下边早已有了反应 此刻拦腰抱着他 一边继续含着他的唇舌缠缠缠 一边在结吻的间隙说道 我今儿一定好好满足你 看你还敢不敢再想着别人 是我满足你吧 田七心想 他所理解的满足 就是给皇上摸小兄弟 季衡的小兄弟已经有些急切了 他懒得去卧房 便抱着田七上了丹西 把田七放在宝座之上 田七虽然摸过许多次皇上 但在宝座之上还是头一次 他也觉得挺新奇 因此等皇上放下他 轻身压过来时 他主动按在他的小兄弟上 哼 小东西 性急成这样 季衡方才那一肚子的怒火 早已被浴火取代 他挺了一下腰 小兄弟撞在田七的手心上 一股酥麻的感觉 邓石蔓向全身 他舒服地喘了口气 嗯 都硬成这样了 肯定不会怯场 季衡自细满满地想 他捉着田七的双唇 热切地吻着 如湿的嘴唇顺着唇角 向脸颊上移动摩擦 最终停在耳畔 铃蛇一卷 将田七的耳唇纳入口中 轻轻地吸着 手自然地滑到了他的腰上 握着他那纤细柔韧的肢体 轻轻地摩索 田七又觉得自己的魂 像是要飘起来 他也不知是怎的 每次耳朵被皇上亲 总有一种难以言喻的舒服感 这种舒服不在无感之内 像是突然之间 从骨头缝里冒出来一般 颤悠悠地让人神魂颠倒 不知所措 田七舒服地眯了眯眼睛 到现在还没有意识到危险的来临 他主动帮皇上解了腰带 然后他就发现 皇上也在解他的腰带 他吓得完全清醒了 连忙去推皇上的手 别 记恒放开田七的耳垂 在他耳边低笑的 小东西 装什么装 难不成你喜欢那一套 这田七也无心理他 只用力地推开他的身体 挣扎着想要起身 不要 记恒哪里肯放 田七刚逃出去一些 就又被他拽了回来 他一手搂着他的腰 另一只手支住他的双手 不让他挣托 他从后面探过脸来 蹭着他滑嫩的脸蛋 笑道 我就知道你是个变态 竟然喜欢被强迫 好啊 今天我就好好地满足你 别 皇上 不要 田七急得要死 脑子一片混乱 他双手被制 只好两脚乱蹬 带动臀部剧烈的动作 他本来就坐在记恒的腿上 两臀抵着那个硬邦邦的东西 此时乱动 臀部挤压磨蹭他的小兄弟 虽隔着衣服 但那两片圆翘紧弹 依然让记恒如醉如狂 记恒舒服的心肝乱颤 一边空出一只手 扒田七的衣服 一边笑道 继续 田七集中生智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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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尿急 尿的 记恒说着 已经解下了田七的腰带 田七是一脸的黑线呢 他再机智 也架不住对方的无耻啊 他此刻吓得要死 一股巨大的恐惧 突然涌入心间 腰上的手还在动 像是冰冷的蛇 在他身上爬 在那个夜晚 那个人呵呵低笑 像是压抑着怪叫的北风 他强行扒下他的外衣 嘴唇擦着他颈尖的肌肤 像是毛毛虫在蜿蜒爬行 啊 眼前这一切 与那个夜晚太过相似 铺天盖地的回忆 一瞬间压向田七的脑海 冰冷的冬天 猥亵的怪笑 肮脏的手 蘸立的肌肤 撕心裂肺的哭嚎 跳动的火光 刀剑 血 啊 他突然无法控制的 放声大哭起来 Marion 过 寒 雨 温